追剧大家最期待的就是男女主角的吻戏 吻戏往往是全剧高潮名场面 而有些男演员特别会吻 像是杨阳在你是我的荣耀和迪丽热巴的吻戏 还有罗云熙在半世蜜堂半世上和白鹿的吻戏 吻得又素又育 大家是不是很好奇 这些男神的荧幕初吻都献给了哪位女演员呢 以下九位男神荧幕初吻 肖战给了李沁 邓伦给了杨子 王一博竟然给了大十八岁的他 图片来源 微博男神荧幕初吻一 肖战拍郎殿下给了李沁 关于肖战的荧幕初吻众说分云 原本大家以为是在他首部作品超新兴学员里给了王玉文 但后来肖战接受采访时有提到 这部剧的吻戏只是借位拍摄 没有真的吻到 镜头也只带到背影而已 后来和赵路斯合作 我的皇帝陛下无缘拍闻戏 那肖战的荧幕初吻到底给谁呢 就是合作郎殿下的李沁了 图片来源 微博 图片来源 微博本来也有人说是拍电影 朱仙给了孟美琴 但狼殿下是在2017年就开机拍摄 朱仙是在2018年底才开拍 所以肖战的荧幕初吻是和李沁舞舞 肖战和李沁在狼殿下有两场吻戏 第一场是剧中急冲偷袭吻了马斋心 第二场是急冲喝醉酒强吻了马斋心 醉酒吻超级酥 男神荧幕初吻2 邓伦拍花飞花舞飞舞 给了杨子 邓伦的荧幕初吻是献给了杨子 但不是在香蜜沉沉浸如霜 而是在邓伦出道拍摄的首部电视剧作品 花飞花舞飞舞 和杨子很早就结下了缘分 两人在剧中饰演一对恋人 后来在香蜜沉浸如霜二搭合作 邓伦还吐槽说和杨子实在是太熟了 要拍吻戏就拍 没再尴尬 两人像好兄弟一样 图片来源 微博 图片来源 微博关于荧幕初吻给杨子 是邓伦在某次采访时亲口说的 不过后来他又补充 拍花飞花舞飞舞确实是有吻戏的 但好像没有真正亲到 不管怎样就当是给了杨子吧 图片来源 微博男神荧幕初吻3 王一波拍梦想合伙人 给了姚晨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 王一波的荧幕初吻 竟然是给了大他18岁的女演员姚晨 王一波在陈情令爆红之前就参演过几部电影和电视剧 荧幕初吻当然不是在陈情令和肖战虽然大家很想看 也不是拍尤飞给了赵丽颖 而是在拍摄电影梦想合伙人献给了女主角姚晨 图片来源 微博梦想合伙人 王一波在梦想合伙人饰演姚晨的初恋男友 姚晨和相差18岁的王一波演同名人也是厉害 而关于王一波荧幕初吻的话题是姚晨在节目上亲自认证的 粉丝的羡慕极了 图片来源 微博爱姚晨男神荧幕初吻4 徐凯拍招摇给了白鹿白鹿的荧幕初吻 在拍第一部作品大王不容易时就给出去了 而徐凯的荧幕初吻是献给了白鹿呢 徐凯在演习攻略和吴锦言没有真实的吻戏 是在拍摄古装剧招摇时才真正吻上 他和白鹿先后合作招摇和烈火军校 CP火花很强 一度是大家心目中的经典荧幕情侣 图片来源 微博爱招摇早在招摇上当前 徐凯和白鹿的绯闻就传得天花乱坠 更有网友爆料白鹿是徐凯和前女友之间的小三 让徐凯的形象一落千丈 而招摇上当时大家都等着吃瓜 结果没想到两人在剧中很配耶 图片来源 微博 图片来源 微博男神荧幕初吻5 任嘉伦拍通天敌人节给了看亲子 任嘉伦的荧幕初吻是在古装剧通天敌人节给了女主角看亲子 她和景田合作的大唐荣耀虽然比通天敌人节早播 但其实通天敌人节老早就拍摄完了 所以这部剧才是任嘉伦真正的第一部男主剧 有趣的是 任嘉伦现实生活中的老婆也出演了通天敌人节呢 不过只是个小配角 图片来源 微博前一阵子网上有传言任嘉伦拍吻戏都是借位假吻 像是在锦衣之下和谭松韵的屋顶吻就没有真亲 还传出任嘉伦拍戏的禁令就是不拍亲密戏 因此被批评不敬业 或许是为了老婆守身如玉吧 即使如此她演起感情戏 还是非常动人又高堂 是真的有演技 图片来源 微博男神荧幕初吻6 杨阳拍昨儿给了马思纯杨阳的吻戏 被许多网友夸奖过 被公认是非常会亲的男演员 而没想到杨阳的荧幕初吻竟然是在电影 佐尔里给了马思纯 是不是很羡慕马思纯呀 当年拍佐尔杨阳还是个小透明演员 在电影中饰演英俊乖巧的学霸男神 却因为身陷情伤而堕入黑暗 变成一个喝酒闹式又劈腿的渣男 许多人都被杨阳在电影中的演技惊艳到 看完电影大家都在问那帅哥演员是谁 图片来源 微博而杨阳在佐尔和马思纯的吻戏 是很清纯的 纯纯的校园初恋 轻轻一吻 之后他在微微一笑很清诚 展现了超欲的吻戏 每一场吻都吻得很真实 让剧迷看得脸红心跳 从此杨阳的吻戏就出名了 图片来源 微博男神荧幕初吻戏 白静婷拍你是我的城池营蕾给了马思纯没想到吧 马思纯竟然夺走了这么多男神的荧幕初吻 更没想到白静婷的荧幕初吻竟然守了这么久 初到七年才在你是我的城池营蕾献出去 白静婷凭着匆匆那年 下至未至两部青春校园剧窜起 因为在剧中都是演爱女主爱不到的男二 所以没机会献出自己的荧幕初吻 图片来源 微博爱你是我的城池营蕾 后来演的天圣长歌 平凡的荣耀也都不是什么爱情戏 白静婷自己都吐槽过 一直没人找他拍爱情戏 终于在2020年大热的 你是我的城池营蕾 拍到甜甜的恋爱了 虽然在剧中他和马思纯吻得很羞涩 不过依然很甜 有一场是躺在沙发上的倒挂吻 超奇葩的吻戏姿势 导演为了白静婷很用心设计 男神荧幕初吻吧 刘浩然拍最好的我们给了谭松韵 刘浩然一直有着国民弟弟的形象 而她的荧幕初吻是在青春校园剧最好的我们给了谭松韵 剧中两人有一段长达数十秒的缠绵吻戏 而且还是谭松韵非不强吻刘浩然哦 有趣的是 画面中刘浩然被吻到耳根红到发紫 实在是太红了 隔着荧幕都能感受到刘浩然的害羞情绪 可想而知这个荧幕初吻有多印象深刻 图片来源 微博 图片来源 微博刘浩然小了谭松韵七岁 但谭松韵的逆龄少女脸让两人站在一起毫无违和感 很多人都说谭松韵这个姐姐夺走了弟弟刘浩然许多的第一次 她们当时被传音隙声情 绯闻闹得沸沸扬扬 两人疑似优惠被拍 而这个偷拍事件导致两边的团队开思 双方经纪人互相指责对方买通狗仔拍摄 故意想要借自家的艺人炒作 真相如何不得而知 而刘浩然和谭松韵的关系变得很尴尬 从那之后 她们在公众场合就没有任何互动了 图片来源 微博男神荧幕初吻酒 陆寒拍则天际给了鼓励那扎关小彤的荧幕初吻 在拍《甜蜜暴击》时给了陆寒 但陆寒的荧幕初吻却不是给关小彤这个正牌女友 而是在古装剧则天际献给了鼓励那扎 当时鼓励那扎可是被陆寒的粉丝骂惨了 那时候的陆寒是顶流中的顶流 在娱乐圈的人气完全不输 如今的肖战 众多粉丝都不想面对自己偶像的初吻 就这样给出去了 图片来源 微博不过陆寒和鼓励那扎在《折天际》的演技 实在太辣眼睛了 两人都僵硬到不行 所以就算吻戏也没有起到任何化学反应 CP感为零 不过陆寒如今已经开窍了 毕竟她可是有着公开引友的人 拍任何亲密戏都不会再有偶像包袱 像是在穿越火线和宋言飞的吻戏 就吓带许多观众 吻到护摇嘴唇 超级深入